曾经是台南流行无话指标的中国城 已经闲置十几年 变成名副其实的文字馆 市长爱心地宣布 明年将以爆破的方式拆除中国城 变成大型广场 给市民有更大的空间使用 更结合安平运河与安平港 让游客眺望安平夕阳的视线不受阻碍 记者亲自到中国城采访拍摄 虽然里外都破损不堪 但还有两家电影业 贩卖高饼的老太太激动地说 为什么要把中国城爆破掉 他们全然不知为什么市府要这么做 对啊 这样有合理吗 不合理吧 为什么不合理 你说为什么要用爆破 我们又不是大陆的 又不是共产党那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跟征求到人家的同意 他们说以后会一一的向你们地主 就是把这块地埋起来 你就还没有讲好啊 那不可能的吧 对此 都市发展局副局长庄德良说 中国城十几年都闲置无人管理经营 那后续的话紧接的大概是区段征收的作业 那区段征收的作业 大概我们也报那个内政部啊核准了 所以现在在进行有关的这个区段征收的这个前置作业 那完成之后啊大概紧接着啊 大概就会跟这个相关的公告资讯大概就会出去 那有关的这个区段征收中国城的部分啊 市政府实际上之前啊 大概有透过好几次的这个居民的住户的这个这个座谈 还有这个个别部的这个访谈 大部分的这个住户啊 大概都啊 大概会来接受啊 区段征收啊 这个相关的一个作业啊 那有些大概啊 如果还有一些这个啊 还有一些不明了啊 还是说有一些意见的部分啊 市政府啊 还会再来进行啊啊 这个相关的一个说明啊 面积有1.8公顷的中国城前栋四层楼 后栋十一层楼 地下两层打通相连为地下街 土地加建物市价约13亿元 民众说政府花如此庞大经费 希望市府在拆除后 能将落寞的中国城原址 变成繁华兴盛的好地方 记者黄俊怀台南报导